這個二、四年的sample paper 會不會有人不知道什麼是summer institute 會不會有人不知道什麼questionnaire 如果是的話 你可以直接停筆離場去吃M技先 因為institute和questionnaire 這些詞語都是算難的 謙哥 什麼是institute 那就是你已經可以直接放下筆離開市場去M技建工 其實是猜到的 因為它的題目有很多的keyword 你明白嗎 明白 那你在這個summer institute 那那個institute會是什麼 summer institute主期班 可以 那就已經近了 那summer institute你在裡面上數其班 所以institute的意思就是 你不如我上數其班 我學一下 可以啊 那另外questionnaire 知不知道是什麼意思啊 識離大學的學生 問卷吧 準確一點點 寫多幾條問題給他 盡量製造更多文字 謙哥是可以扭曲別人的考試方式 說直接加了問題下去 但是他又沒有說不行啊 首先要定 他要定你想什麼course 那你會選擇你想那個什麼 課程 Fishing course Fishing course 可以 我想問可不可以 Sex course Sex course 應該沒有說不行啊 我覺得你 Sex course 可以選擇的好處是 你要選一種是 你是興趣的 你才會寫得多東西 對Sex有興趣 那就是Sex Why did you want to take this course 那你選Sex 你就要講得仔細一點 Because I want to do sex 就不用do sex 就應該是have sex 就不是do的 可以 而Broaden都會 就是高分的 但是 就不是do sex 就have 通常是不會do sex的 就不是中文直譯的做愛 我現在 另外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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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B?LGBT? 那就要問一點,謙哥 那你如果是這樣的話,你的Course 可能就要跟LGBT有關,就不是Sex 如果你SexCourse呢 你Focus多一點,可能是姿勢啊 那些持久問題就未必是那個... 如果你LGBT,可能就是Sexual Orientation 就不是Sex了 你如果Sex,你就Focus回在性愛那裡 那就不要離題了 可能就說,Why did you want to take this course? 就是... 尤謙哥剛才你說Broaden再下去 可能就說自己想多認識不同姿勢 那可以舉例的 那他下面就說,What did you like best about this course? 你就可以說一下Posture 當然啦 那... For example,Doc 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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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用啦 吃甜奶 沒什麼Terminology 那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就不應該選Sex course 所以我就選Vision 對 就選一些自己熟悉一點 那一姐剛才是你說要選Sex 那你又會 你會怎樣部署 看得客人 都不代表經驗多 那就不要寫啦 What changes would you recommend to improve this course 可以說什麼例子呢 例如 就是可能說不想單一同一個gender 那你這裏呢 What changes呢 通常就是要自己製造一些問題出來 就追著它 就是你自己 因為要無中生有 這條題目 它問你有什麼可以進步 可以改變的嘛 那你就要 說到說它的 course 有什麼不好什麼不好 如果是跟回一姐 比的Sex course 來講呢 可能是說 例如你無中生有一個問題 就說它只是 一個單性別 即是男就配女女就配男 那我喜歡跟不同的gender都試一下的話 那這個可能是一個 你會推薦去改變的問題 那在這裏就可以提及LGBT了 那就不會離題 但如果你一開始 打頭拋 就說 我想這個 course 因為LGBT 那就不對了 因為這個 course 是Sex 那這條題目 都相當簡單 四二百字應該都不行 我想問你們現在有沒有那個 DX的收音機 你搭一個 座藍式的收音機 放在旁邊 放著地牢 他們旁邊的就完全聽不到 有些失靈是不用收音機的 謙哥你完全 夠噁仔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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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很久 這樣 說 你 announcement 我